常常和賭博聯想在一起的賽馬 其實是一項流傳很多個世紀的馬術運動 在澳洲昆士蘭不僅有著乾淨的沙灘和美麗大海 更多的是特別的活動 其中一項就是難得意見的沙灘賽馬 一起來看看 美麗的海灘 壯闊的藍色大海 有一項根本不會聯想在一起的活動 賽馬在這裡如火如土展開 在沙灘上賽馬其實不是一項新活動 創辦人米克伯布到愛爾蘭時 第一次看到沙灘賽馬 啟發他將這項活動帶回澳洲 將這個活動取名為 麥凱基場沙灘賽馬加年華 我已經過五年去過海岸 我看見那些海浪 在那裡的海浪 我看見那是一個糟糕的海浪 那是普通的風格 我看見什麼 麥凱基有些最好的海浪 世界中的海浪 他們的海浪 最完美的海浪 我看見 我們可以在這裡做這個 撞撞撞撞撞 這個賽馬加年華的參賽者 會分成兩個類組 純種馬類組跟國際牛仔組 各類組的贏家將會獲得 三千元澳幣以及一個獎盃 在純種馬類組中 要求則是馬匹必須從來沒參加過 類似的比賽才能參加 太棒了 我喜歡 這就是我們只能乘搭 沒有任何安靜的 還有海浪 還有天空和海浪 他也喜歡 這就是最重要的 除了這兩項比賽之外 還有超可愛的孩子組 將會由孩子騎著可愛的小馬進行比賽 賽馬之餘當然也少不了美味的食物 可口的飲料 還有沙灘的夏日風情 與眾不同的沙灘賽馬 看來真是個好點子